最后要重申的就是说 我觉得这三年的计划 对于我们国内农业电子化的往前走 是至少有一些贡献 我非常骄傲 我曾经做过这件事情 而现在却在选举室被拿出来抹黑 我非常不能接受 我觉得我们的对手 应该要寻求更正面的这种竞争的方式 而不是用这种 把一个对国家正面发展 有助益的这种工作 抹黑成一个论文抄袭 我们的这些资料来源 我们的团队成员都非常努力的 很怕说有遗漏 但是万一万一有百书遗漏的话 我在这边也代表我们的团队 跟我们的农委会致歉 我根本就没有诚信的问题 也没有什么退选不退选的问题 媒体指的那个报告 主要是若干年前 我在宏基的时候 带领我一个农业电子化的辅导团队 为农委会做的一个三年计划 那个计划主要的目的是要收集 整理国外农业电子化的新发展的资讯 介绍给我们农委会底下很多研究单位 这个计划不是一个论文研究 也不是要我们去开发出什么农业的新技术 而是把国外现成很多新的农业电子化进展 介绍给我们国内的研究单位 所以性质是完全完全不一样 那既然是要引进国外的这种新技术 等等的这些资讯 当然就会引用国外很多 不管是期刊报告的内容 来介绍给我们的农业单位 所以我想这样解释以后 我们的朋友应该可以很清楚的明瞭说 跟论文写作的这个性质是完全完全不一样 这个计划成效 我个人觉得非常的骄傲 因为我觉得对于我们国内农业电子化的这种启动 我不敢说我有很大的功劳 但是我至少有点小小的贡献 那么这种小小的贡献呢 我刚刚说我觉得非常骄傲 但是很遗憾的是 在选举的时候 这些对国家农业电子化的发展有助益的事情 却被抹黑成为抄袭不抄袭的问题 我觉得非常遗憾 当然这也能带影响到我当年的老东家宏基 甚至影响到我后来的工作单位Google 对于宏基跟Google 因为选举的关系被抹黑而造成公司的这个困扰 我也非常抱歉 但是我最后要重申的就是说 我觉得这三年的计划 对于我们国内农业电子化的往前走 是至少有一些贡献 我非常骄傲 我曾经做过这件事情 而现在却在选举设备拿出来抹黑 我非常不能接受 我觉得我们的对手 应该要寻求更正面的这种竞争的方式 而不是用这种 把一个对国家正面发展 有助益的这种工作 抹黑成一个论文抄袭 院长想问一下 因为可能大家会觉得说 这算是资料搜集 那可能要附上全部的来源 你讲算可能会违反一些著作法 我的团队有好几个成员 每一位成员都非常非常努力的 在收集这些资料 我们这些资料来源 也都提供给农委会 未见得是在报告最后有个清单 但是各位如果看一下网路上面的资料 譬如说有一份简报 简报里面就有指出说 日本我们主要的资料来自于哪里 所以各位可以去看一下 我们的这些资料来源 我们的团队成员都非常努力的 很怕说有遗漏 但是万一万一有百书遗漏的话 我在这边也代表我们的团队 跟我们的农委会致歉 另外请教那对手刚刚已经讲话 讲到说他在这个时候不会要求你退选 但是希望你以后如果选上的话 也是有个政策叫做如何防止超级 我根本就没有诚信的问题 也没有什么退选不退选的问题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